早晨早晨,現在是英國喉城的時間,早上七點多鐘 在後面這間酒店,我覺得是服務式的旅館比較多 大家都看過房間,全部都是自動的,智能 大堂職員沒什麼人,當你訂房後自動出入 職員也不多,但昨天找職員就拿了風筒 住宿了兩晚的感覺,這間酒店前身都是修道院,改建,活化 裡面全部都是柚木的裝飾,走廊都很漂亮 這些是活動室,裡面有一些活動室 昨天沒有拍攝,拍攝了少許花水 因為運動日,我昨天一早起床就在那裡踩單車 踩了差不多一個小時,接著就去打羽毛球 訂了一個綜合體育館,跟朋友去打羽毛球 接著吃中餐,跟朋友帶我去看當地的樓盤 真是目不下級 打羽毛球,那裡我拍攝了少許片段,或者吃中餐的 大家可以看看我的短片,看看我剪不剪下來 這條片 環顧這幾天,喉盛這邊的天氣都很冷 還有十分乾燥,我們今天有些什麼行程 都是輕鬆鬆的,出去到處逛逛看看 今晚的重點,我們就會開車過禮物店 車程約兩小時,在那邊都訂了一間 類似這類型的住宅服務式酒店 和朋友一起去那邊,玩一下就參觀一下 現在就回到朋友那裡,先吃東西 接著就出發,看到什麼就和大家分享了什麼 出發途中就來到一間酒吧餐廳 到底英式的酒吧餐廳有什麼呢 有沒有一些英式桌球桌呢 呼之欲出,英式桌球桌就看不到 美式就有,這張是吧桌 說明酒吧,當然不少得,有些生啤 傳說中的生啤,那些生啤桶就是上高那些 接著這個酒吧,相當之美 那酒吧有些什麼要做呢 當然就看球 那怎樣看好呢 卡位,打完機,打完桌球 那我懂得喝就一定是喝Ginners 那我喝一杯吧 一杯好喝的 一杯好喝的 那我超呼慢的,始出來了 那啤酒是什麼呢 薯條加雜扒,英式雜扒,有些什麼 有些腸,有些豬扒 英國超市,看東西貴不貴 那英國超市的汽水怎樣買 一箱一箱 那我不喜歡喝汽水 紅酒 白酒 好,10.5磅一箱 都說為八十多元 那麵包怎樣計算 慢慢看 那一個四頭九,我都覺得是OK的 那我買一隻蠟魚 幾錢啊 七磅 那除了蠟魚,有些三文魚 或者其他 那對那些三文魚沒有興趣 就是這些,即切 還有一些青口 那這些,是不是鱸魚 好似鱸魚 這隻又真的不太精神 這隻又更加不太精神 那相對而言呢 那些蠟魚是比較精神的 最精神的兩條比較蠟 那怎樣看精不精神的 看一隻眼睛呢 那隻眼睛是跟你說的嘛 真是猜不到這裏 都有傳說中什麼 沙天魚 那我還以為是貓魚 嘩,都不便宜 那這隻日式的青魚柳 那不喜歡白色的 就是這樣 買點煙燻了 這個本土裏面的超級市場 那要走多久呢 走半天呢 那至於漢堡包又如何呢 大家看看漢堡牛肉 打好了,調了味 就這樣煎就可以 那連猜都不想猜 那有什麼辦法呢 你看看這些 這些 成形的 BBQ 英國的水果 英國的蘋果又如何呢 都不錯呢 因為很想吃蘋果 過來了這麼多天 這隻梨呢 我又好喜歡吃 有些叫香檳梨 有些叫安琪梨 1.99磅 1.99磅 這裏又不同了 Pizza Pizza 怎麼做呢 即做即做即做即焗的 Pizza的成品在這裏 芥蘭是相當之貴的樣子 大家看看這些 芥蘭也不太貴 錯呀 這些不是芥蘭 這些其實是西蘭花 這裏是大哥 這裏是弟弟 這裏是弟弟 1.49磅 那這裏呢 就是西蘭花的弟弟在弟弟 這是西蘭花苗 這裏是西蘭花苗 終於找到一件東西 不懂得吹 不懂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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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土星 吹一下這些 一些很優質的茄子 皮肝肉肉 這裏真的相當高興 生果車梨茄 我常說 盡量利用薑、蔥、蒜 用食物的原味去配合 烹調就可以了 味精不需要加的 全食是不錯的 英國的燒市 真的找不到有菜新的 但生菜又找到 除了生菜 英國的青瓜這麼大條 有沒有小條一點呢 吃不完 這些小條一點 哇 開心大發現 真的好像大香李出聲 這麼大顆白蘑菇 真的有幾大顆 拳頭這麼大顆 不相信 你看這顆 這顆就是拳頭這麼大顆 你真是開玩笑 更加開心大發現 什麼 拍著沙律 英國很普遍 這些不普遍 在英國都買到油麵 你真是開玩笑 說笑也不要緊 也有 聲州米 也有 你也說 真的是聲州炒米 這些是聲州炒米 應該是聲州炒米 應該是聲州炒米 這裡有很多蔬菜 加邊爐就一流 哇 你看這些點豆角 嘩 真是這麼大 第一次見 我常常說 看薯仔 如何分配 不漂亮 大家看看這個 這個 這個可以 為什麼呢 好 稍微無粗 看看這個就知道 無論是薯仔 一出這些肉芽 就不要賣 因為這些肉芽 它都有些基本的毒素 如果儘量選擇 就選擇一些皮肝肉滑的 那些薯仔 行英國的超市 真的要拿著GPS 因為隨時都會當失路 只是賣飲品的地方都這麼厲害 這些什麼呢 看起來都不知道什麼 一些朱古力的小成品 走著走著 以為當失路走回頭 又是Burger牛肉 這麼多的Burger牛肉 在那邊又有 這邊又有 但這邊就很明確 我講到明了 Burger牛肉有包 這些當然不是Burger包 Burger包在哪裏 在這邊 稍微無粗 真的超級開心 在英國 HIGH T 超市買回來 砌個HIGH T 又如何 現成蛋撻 都有這麼多 你說 這些包點貴不貴 老實說 2.99 絕對是可以接受 我覺得還很便宜 至於大家日常吃方包 更加吸引 今早我也做了火腿芝士三文字吃 拍下拍下 我的隊友都失散了 開了GPS Google定位都找不到他們 眾所周知 我對羊肉情有獨鍾 那買一個羊腿 都是二百多元港幣 至於買兩條羊骨 是3.9磅的 羊肉 都可以的 傳說出的羊扒 都不是貴的 為港幣 五十多元 四件 哇 真的有這麼笨的東西 不知道是否有羊肝 在香港的羊肝很少見到 但是這些羊肉 很新鮮 你看這些蜥肉 但這些這麼新鮮的羊扒 吃起來會有點韌 有些優質 就會比較熟成 那對羊沒有興趣 豬是如何 他真的 很會擺盤 在一包裏面當中 當然有一塊 半塊 就沒有那麼靚仔 有些是靚仔些的 例如這塊 這塊 這兩塊 就沒有那麼靚仔 那我們怎樣選擇 好呢 在很多豬扒當中 我們選擇 較為靚仔的 三塊都靚仔 中間有些油花的 我經常都說 還有一條豬肉 滾邊這些 這些就最美 最優質 哪些不優質 你也說了 這些又沒有那麼優質 沒有那麼肥 沒有那麼好吃 還有一些五花腩 做什麼 做叉燒就最棒了 那不懂醃 怎樣 買了醃了 最簡單 終於來到牛肉 英國的牛肉 那些扒房 都出了名字 兩個國際廚師 經常都煎 煎牛扒 至於貴不貴 都可以接受 底下還有一系列的牛扒 嘩 這裡厲害了 真是去到一些 我想一下 一些牛腩 牛柳的區域 經常拍牛肉 有點悶 買一些豬肉 煲湯 好不好 這些 這些 傳說中的西絲骨 部分 這些 這些 叫做 肉眼扒 做火腿 最棒 做叉燒都可以 是不是第一刀 我相信 不是第一刀 有些 這麼小的豬腿 這裏 有些醃好 傳說中的鹹豬手 看一看 看一看 花多眼圓 買些什麼 買些減價貨品 是最棒的 大家都看到 我們去土耳其 那裏 只買到雞腿 其他豬肉 牛肉 都看不到 這裏 哇 那些英國人 是否每天都燒烤 很多網友都說 外國的雞 白雞 白雞 拿一隻給大家看 怎麼白呢 其實 是品種問題 雞皮又大 雞胸又大的 這麼大隻 買些小隻 這裏比春雞大隻 小小小 至於做不做到 豬油雞 這些雞腫的問題 的確會比較難上色 除了雞 還有雞的製成品 雞腿 終於找到對比了 有什麼對比 兩隻雞有什麼分別 當然看不到有什麼分別 兩隻都白了 這隻又如何 這隻又如何 這隻本土叫做谷子雞 價錢一樣 你選一隻黃 你選一隻白 你自己選一隻黃 我當然選一隻黃 那走一走買 走一走買 還有一些豬肉片 一系列都是 煙火腿 都很美味 我很喜歡吃的煙火腿 那怎樣做好呢 那些皮 割到一個零形 然後 插一些 叫做 丁香 一粒粒 插上去 然後放在焗爐裡 這樣就可以了 我經常說 在超市 一系列的貨品 都有不同種類的品質 哪些品質好 哪些品質不好 看看顏色 這些顏色 是不是灰灰的 大家看看這些 一些漂亮的肉 都呈現粉紅色 我以前都說 粉紅色 可以不可求 看它就知道 那我選擇 先選粉紅色 那應該的牛油貴不貴呢 這盒三十多元 看起來好像很貴 你看看 這麼大盒 抵到喜出望外 香港的牛油很貴 買一瓶小磚的 五百克 都二十幾三十元 這間超市 在英國來說 都不算大了 比我們上次行德國那間 就小一點 但是 我都擋路幾雲 還有 英國本土的居民 很喜歡買一些 即食的食品 是即時翻熱的 例如這些 等於我們在香港 買的丁丁點心一樣 走出來 又看到一些 英國啤酒 三支 五十多元 五十多元 三支 的確是很划算的 看下這些 大支啤酒 這些是二十多元一支 不過很貴 又是二十多元一支 如果貴又怎樣 成箱買 最划算的 看來 開心大發言 又看到一些 藥水味的可樂 傳說中就是這些 來到罐頭區 看不看 找到我的最愛 什麼 是茄汁焗豆 英國的焗豆 沒有的 拿手 找到 找到哪一支 反而是 香港這個品牌 它是有的 但是焗豆 我不太覺得 但是這裏 你看 嘩 他們不可以壟斷 我經常吃的那一支 事物味 真的沒有的 給你們看 看 好 山長水應該都來 至於 英國的調味料 你找不找到有 豉油 蠔油 那些 對不起 這間叫做西超 西超那些買什麼 買些西的 西式的調味料 至於買醬油醬油 梅菜那些 去中式的消息市場 當然 油都是一樣 不用說 都是買一些 橄欖油 一些 芥花之油 那類 橄欖油 猜不到這個焗豆 原來這麼出名 我回家去香港 也試一下 這個品牌我都沒吃過 在香港一定是買那隻 事物味 來到一些 醃料區 這些 醃的蒜頭 都是那類 還有一些 醃青瓜 火尖 一些 英式的芥末 如果懂得買 買什麼 當然買一些 英式芥末 回去 有些什麼烹調呢 吃牛扒 有些芥末 甚至用芥末 塗上雞扒 煎 好 好吃 找不到 中式醬料 不要緊 泰式也有 咖喱醬 東金工醬 反而泰式也有 豉油 找不到 魚爐有沒有 魚爐有 魚爐也有 除了泰式 日式也有 但找不到些醬料 壽司米 壽司醋 壽司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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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在上面 真是開心 如果沒有醬料 這些都可以頂住 好開心 傳說中的合味道 差點給它的迷彩 好像隱身了 你不看清楚 都不知道 是合味道 完全是改頭換麵 原來剛才是撈麵 這隻呢 這隻叫杯麵 想可以撈 買黑色 黑色就可以撈 終於幾經辛苦 未必去到中超 找到醬油 來到這裏哪裏呢 開車三分鐘 到旁邊 馬沙 馬沙有自己的品牌 醬油 老抽也有 真是幾厲害 開心 蠔油也有 超市分享篇 就到此為止 多謝收看職人吹水 喜歡英國超市的網友 請按讚 喜歡哈利波特的網友 訂閱職人吹水的頻道 如果喜歡戴維斯 麻煩你加入頻道會員 繼續吹水 好 執拾了所有行裝 我們現在就去利物浦玩兩天 現在我們就向著利物浦出發 車程大約兩個多小時 今天就不同了 今天就天色相當之好 走了沒多久 先進油 都是一個自助式 入多少就自己控制 然後拿一張票就給錢 就可以了 至於英國的中途油站 汽水貴不貴呢 我覺得可以接受 在意大利、法國、德國的中途油站 最多的汽水都要3歐 差不多 這裡是1.8歐 這樣可樂呢 就0.99 當然去到昨天那間超市那些 一箱30.5的那些更加便宜 那些就 不知道做超特價 6磅 即是60.30.5的 多開心 加完油又買完飲品 就繼續了 好 繼續出發 回到河邊一帶 前面那條釣橋 我們早幾天在倫敦過來 就經過這條橋 進去喉成的市區 現在我們出去 就經過這條橋 因為橋底最好 這條橋是近距離的震撼性 旁邊呢 好 來到前面那些很漂亮的畫面 大風車 還有一望無際的草原 想不到英國也有這麼漂亮的風景 還以為去了牧場 走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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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星期五 出城 基本上 塞車都是正常的震撼 這條路 都是會經過 曼徹斯特機場的部分 基本上我們三天後 也會在同一條路 去曼徹斯特機場 坐飛機 回香港 大家就繼續密切留意 我會拍一條影片 會介紹整個行程 坐一下 大約一個多小時 來到一個中途站 現時距離利物浦 還有一個多小時 那去中途站 當然要放低一點 最好是不用付錢 這個中途站 還有一間叫做Rachel's 類似香港吉之島那些 當然在油站區的規模比較小 但我們先去廁所 但這次有些臨時貨櫃的廁所 先去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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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去看看 一進來 先看一部咖啡機 然後 中途站 水就不少 這裏 兩枝 3.5磅 都可以接收 咦 這個很特別 還有一些椰王 椰王 怎麼好吃 要不就這樣喝 要不就燉蛋白 很特別 當然會有些速食的飯盒 傳說中 在英國 喝紅酒白酒便宜 沒有喝水 立即和大家求證一下 兩枝22磅 兩枝22磅 大家覺得又如何呢 我們隨即看看水 大家一六目了然 我經常說 任何食譜都好 多一點去實踐烹飪 說到天下無緣無用 自己慢慢嘗試去做 那就最好 人家說 酒櫃比水便宜 你猜馬來西亞嗎 電油便宜 在這裏 再一個最後的補給 繼續 我們的利物譜之旅 沙拉間來到 嘩 你看這裏 這條河等了很久 看著地圖 等著它出現 最重要的是 風車 風車當然地圖沒有顯示 但是捕捉到就拍下 還有一條橋 景象很漂亮 最重要的是那個 又是藍天白雲 這類型的廣闊田野 嘩 很漂亮 有時候逛逛逛逛 這些路牌 就會顯示 要小心 有些動物 例如鹿 那些牌 在香港一定不會看到這些路牌 你看看 多漂亮 嘩 住在那間屋 在外面做個BBQ 撒那間 就來到傳說中的 萬城的外圍 這樣 都是開始多車的 希望前面就不要太過塞 因為 慣性 這條路 入萬城都會有少少塞 好 一過來 利物譜 這頭都未入城 大家看看 藍天白雲 終於都出現了 好可惜 忘記了 還有鹹魚在車頭 看看這把 看這把 風力發電 多棒 現在距離利物譜 大約有20分鐘車程 怎麼知道 當然是看著地圖 我們經常說 入城 立馬甲 立馬甲 城鎮 穿過這個 真的已經入城 立馬甲的屋 跟倫敦 和喉城 有什麼大分別呢 利物浦這個地方 我們從倫敦看來看 它是位於西邊 喉成是位於東邊 倫敦是位於南邊 北邊就是蘇格蘭 愛爾蘭那邊 我又不太清楚 因為都沒有去過 今晚相當開心 在喉成 九點多都沒有天黑 你猜今晚我們在西邊 利物浦幾點天黑 晚上十點半至十一點 在英國 很少看到消防車 很開心 剛剛看到有報 來到利物浦有什麼好玩呢 當然是有足球 相當的足球 對得最多的決賽 是孟聯 對利物浦 今早在喉成 起身出來 都是頗為寒冷 想過來這邊 利物浦 多穿衣服 還要穿一件最厚的 現在的道理 好像去了西班牙 真的 撒那間就來到利物浦 我們今晚入住的地方附近 我們在網上預訂了 住兩天 訂了屋之後 都會給我們一個電話號碼 我們就開了電話號碼 拿鎖匙就可以進去 一進到屋 就有一張小沙發 還有一張大沙發 一個足球主題 度假屋 還有布 我們吃飯就是這張桌子 配上一支燈 哇 還有各種老虎機 不知道要不要入錢 我們先看看廚房 我們買了一些東西 回來做一些食物 爐具也是一應俱全 最重要是抽油煙機 焗爐也是有的 還有多士爐 雪櫃 至於餐具 基本上都會有些 橙、鑊橙都會有 至於煲、爐具 基本上都會有 煮了意粉、焗了雞 沒問題 真的小也想不到 這裡還有熱水壺供應 之前在法國 意大利的酒店 都沒有 還有基本的油 留一些 有煲、有杯 還有水飲酒店 就在這裡 怎樣啊 都是舊的 上高還有 不錯啊 我們在廚房回來 我們的氣浴又來了 哇 真是 一上到來 哇 就是洗手間的位置 為什麼說 這麼光線充足的洗手間 不是黑刺 還有大鏡在這裡 真的很開心 這邊還有放了一些很精緻的盆栽 洗澡的地方有個大浴缸 真的叫乾濕分離 還有個雨林式花灑的棋缸 好 氣浴出場了 睡房的位置 進來就有一支利物袍的 其次底下 首先有一張 King size 的床 床旁邊有個衣櫃 還有一些擺設 最開心的就是 它都是相當之光猛的 看完這間房 我們就急不及待 我們又看另一間 一進來都有一張大床 還有另一張大床 同樣地都是配合這間 度假屋的主題 嘩 超級開心 看到這間度假屋 現在下去再看看 那些空間的位置 嘩 一落到來就真的不行了 這部機器是誰玩的 嘩嘩 先穿一雙拖鞋 我們去戶外的位置 拖鞋也是利物浦的 藍天白雲 有什麼好看呢 利物浦一定是看球會 左手邊是傳說中的利物浦球會 那到這裏 看球會一定是看這間 林浪滿目的 利物浦的紀念品 是不是很開心呢 那到來利物浦 真的相當開心 前面有些球會活動 打鑼打鼓 可惜又加了幾個車位 但都是感受到他們的氣氛 相當之高興 那一間就來到利物浦的市中心 嘩 剛才那條街真是經典 有多漂亮 不是那些海偶 是那些利物浦的美女 嘩 這些鏡頭 有一個 剛才那個真經典 馬荔服 穿著拖鞋 高跟鞋還用手紗 多經典 那麽 沙拿家來到哪裏 旺角 這裏也叫旺角 還是對著大教堂 大家不要斬眼 前面那個是甚麼 中國城 不是尖沙咀那個 是英國利物浦的中國城唐人街 那來到唐人街附近走走 那裡 看著後邊有幾個 都是短衣短褲 你看看我 是否好笑 剛剛所說 那些美女 穿到漂亮一漂亮,穿到拖鞋 高跟鞋在哪裏?在袋裏 大家看到嗎? 釋服是星期五,很多美女都出外套 為何會穿拖鞋出來呢? 就跟我吧,我都很喜歡穿拖鞋出街 但我進去的酒店說換皮鞋 晚上八、九點來到傳說中的禮物舖中國城 薩拿街來到公雀街 來到這個唐人街真的有段故事 為何有段故事呢? 就是看這個,在這裏拍照就可以走 這是為甚麼? 大家看看裡面 我還沒看到唐人街,數碼不夠十個人 店舖很多 一進來,大家都看到沒有東西開門 至於這間,它有開燈 但就不覺得它有運作 為甚麼至於傳電呢? 傳說中的日周記酒間更在此尺 都是沒有甚麼開門的 樓環的這些 全部都沒有開門 嘩,這條唐人街就用這個證來形容 來到這間呢? 就好像有開門 寫著開門 寫著開門的 至於裡面呢? 是一個客人都沒有的 叫做到此一遊 在倫敦的唐人街 我們吃團體餐那裏 真的差很遠 現在就打到會闊了 那些美女穿得很漂亮 那些美女穿得很漂亮 去那裏 就去這些 還有LIFE BANG的餐廳 很有氣氛 好,我們離開台人街 向著剛才我們位於旺角的方向 有食肆的旺角 我們走回去看看 我們繼續下去看 周圍走 正所謂周五狂熱 周圍都去處處 進來這間大碗麵 朋友吃過了 朋友推薦了 就馬上賣碗 有幾大碗麵 這碗麵很大 大家看看 現在已經晚上八點幾 是晚上八點幾 就來九點 你看看 過回來旺角這頭 但是又可以來見 看看餐牌 還是藍天白韻 裡面好像一個美食廣場 類似食廣場的形式 還有御樓 有兩種林朗滿屋 什麼叫蕭仙草 傳說中的珍珠奶茶 其中之一種材料 來自我們的龜苓哥 來了傳說中的旺角燒味 什麼燒味 燒鴨燒肉 好開心 看到還在吃一個麵線 好開心 又碰到粉絲 又說兩句 猜不到 你都會進去美食廣場吃 當然有很多東西猜不到 他沒有看過日本的影片 我也是在美食廣場吃 那叫蕭仙草 夠吃 還有米線 還有一些不同類型 有些日式的食物 買東西 全部都是水中卡 都可以 先吃一吃 先吃一吃 謝謝 我最喜歡 請問一下 有沒有人 可以吃 我每次有時間 來吃 都可以看過 你有沒有人